大家好,我是Stan 演员康吉桑丘与男团DK级成员共云 先后被质疑是JMS的信徒后 各自声明已退团了 而DK级成员共云更是接受了D社的采访 而引起了网友们的热议 首先是DK级成员共云 今天接受D社采访后表示 因为父母亲 我自己从出生前开始就是JMS的信徒 在我看到纪录片后 真心觉得是个疯子 可能会无法相信 但是那个时候真的是什么都不知道 在争议发生后我就觉得很害怕 有点幸运我还没有红 如果很红的话 他们可能就会把我当成是传教的道具 虽然有点晚了 但是想要趁再晚退教 之后再也没有JMS了 看了采访觉得真的很诚恳 这样真心的人我们应该要接受 其他人才会跟着退教 如果一直排斥 不就是让他们重返邪教吗 看完全文后觉得很心疼 跟专家们说的一样 又不是他犯罪了 如果想要退教的话 不应该要包容吗 读完全文后能体谅他 一开始身为孩子 就没有自己选择宗教的能力啊 安全退教吧 不与父母断绝关系的话 应该会一直跟JMS有来往的 看母亲的受访内容 目前还没有退教 也没有看纪录片 然后就是演员康吉桑 韩国网友们发现到 康吉桑在2012年3月16号发文过 我人生导师的生日 生日快乐老师 而3月16号就是JMS教主 承明色的生日 对此康吉桑对媒体表示 我只是周末有去做过礼拜 没有参加其他活动 承明色将自己当成是神 觉得很奇怪 所以从四五年前开始就不去了 但是眼尖的网友们发现到 在去年12月播放的综艺中 穷明色的房间里 放着JMS的耶稣象征 对此在3月12号 康吉桑在IG上传这个现实动态后留言 早就该丢掉了 为什么会放在仓库里呢 然后也发了这个天王后表示 在我很辛苦的时期 为了祷告去了那里 但是感觉他们的传教方式很奇怪 就离开了那里 希望不要再有受爱者出现了 但是因为有网友发现到 康吉桑之前在网上留言过 今天开始要做40天连续凌晨祷告 5点要听教主的教导 我的最终目标是传教 为了向更多人传教 我会在演员这条路上继续努力 况且今天也有媒体报道 JMS有教导信徒们补杀这个概念 他的意思是 如果为了传教 就算是说谎也没有关系 所以就有很多网友们不相信 他的退教 退教了应该马上就会丢掉吧 都过了几年还拿着 所以才不会相信 JMS正义不是因为Netflix才首次曝光的 20年前就有很多媒体报道了 不是根本不看新闻报纸的人的话 不可能不知道 这宗教怎么一被发现就说是退教呢 退教那么简单吗 然后那个也没有撕掉 只是好好的叠起来了 大发现在都下架了 同样是声明退教 但是TK级醒如是从小就被父母带过去的 所以网友们的反应就不太一样 总之我个人是觉得 看纪录片的话 第一次在中国捕捉 陈明 initial 将他移送给中国公安的人 也是退教的人 而且那位勇敢的香港人 furn etme 也是退教的人 所以如果有人说退教的话 我们还是要相信他 包容他的 對於TK及強烈與演員康吉桑的JMS爭議 大家覺得怎麼樣呢? 最後我們來看一下 BLATPINK ROGE在演唱會上衣差點落下的事故 從另一個角度看的話真的覺得很危險 哇差點出大事了 不過都這樣了秦燦還這麼厲害 舞者真的很努力的在綁 舞者還配合了跳起來的動作 真的是職業舞者 謝謝舞者兩個人都太棒了 乳節真的好可愛